我们两款有拉链的产品是型号103半掌手套和型号HDSF或HDSF-HT半掌脚套系列 拉链适合产品结合为一体 无法分离 如果拉链无法收服 手套或手套 都需要重做 穿戴手套或脚套时 应把拉链拉到末端 如果拉链拉到一半并戴上了手套 这样会挤压拉链时 从而损坏 一旦拉链时损坏 我们将无法收服 然而手套就必须重做 保持拉链清洁可以令拉链 更内用 清洁拉链时只需要水或肥皂水和牙刷变壳 卡口位置出现了裂痕 请不要忽视该裂痕 因为它会矿大 并且破坏整个甲脂 患者必须将甲脂送回甲脂中心 艺术人员会减去裂痕并打磨边缘 或选机会的吃力 用甲脂提或拿包 用甲脂在键盘上打字 用甲脂开车 开门或推拉拔手 粘粒的时候用甲脂支撑了身体 导致甲脂收压 当舔线手指或被动指甲与亚加利指甲一同使用时 在弯曲手指时便要注意 通常弯曲手指时会按压指头 但是如果配备亚加利指甲时 要从关节处弯曲手指 如果患者经常按压亚加利指甲去弯曲手指 亚加利指甲会容易选号 甚至是裂开或脱落 穿戴手指甲脂时 里面的空气会被挤出 变成真空效果 这样可以帮助甲脂稳固 也表示悬吊效果很好 脱掉甲脂时 切勿直接拉扯指头 或利用指甲翻开边缘 因为这些动作可能会导致侧面或末段裂开 用棉花棒从边缘放进去 让空气进去并取下甲脂 如果不幸的开口位置出现了裂痕 患者必须将甲脂送回甲脂中心 技术人员会减去裂痕并且打磨边缘 这样裂痕去掉 建议在穿戴后清洁甲脂 不只要清洁表面 内部的清洁也很重要 因为穿戴时汗水和灰尘都会留在里面 如果是泡棉填充不要接触到水 因为泡棉会吸收水分并且流在里面 而且会导致泡棉变黑发霉 用湿布在泡棉填充表面抹去汗水和灰尘就已经足够了 如果是硅酱或泡棉加硅酱的填充物就不需要担心 因为硅酱是防水的 甲脂内外都可以用水清洗